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游天堂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西游式乐传2唐僧流程的最后一段 那么一样的到最后一关这个小雷鹰寺 那么打法上的话这边还是前几关的这个杂病一波一波的来 关键问题是在于最后的这个随机boss还有就是这个黄梅 但我估计唐僧大黄梅的话跟这个悟空差不了多少 但那个唐僧的话可能要用到的法器会更多一些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先看他是如何进行一个杂兵清理的 好了这个残杖敲击的很给力 那么这边其实就是一路向前走就可以了 路上的话倒是没什么机关啊 全是前几关的那些杂兵 那么唐僧这套流程的话也没有走这个盘斯洞路线 所以说也就这关见到这种小蜘蛛剑 那其实说实话西游2他这个我觉得主角的这个人设感觉上还是可以 但有些杂兵的这个造型感觉又有一点奇葩了 这边是这个鬼灯还有这个龟丞相 以及这个霞兵蟹匠 这边来一个西方主要是这边的这种霞兵蟹匠比较高级 而且这个龟丞相皮比较厚 然后这边清完了这些鸟人之后 差不多就要到黄梅那儿了 这边还有一波虎金牛金 直接放一个猪神之舞 主要是这个虎金跟牛金 这个虎金还好说 这个牛金比较灵活 攻击力比较高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打这个黄梅 要先随机一个boss 这边的话我们看他如何选择 干嘛要坐连 你现在也打不到黄梅 好 那么这边他是随机到了灵感大王 我感觉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灵感大王 个人感觉算是一个比较好打的 你看打几下他就冰了 那么灵感大王的话 他这个攻击方式很单一 像之前 通天河内关一样打就可以 没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而且现在我们看这个师傅攻击力高了不少 所以说要打这个灵感大王的话 会比之前效率很多 残杖一顿敲 又晕了 好像现在每一套连招下来都能把他打晕 这太憋屈了 这边先平A几下 然后再敲几下 就这套攻击方式 好那么这边的话黄梅就露馅了 接下来就要打黄梅 其实说实话这游戏倒是把黄梅给强化了不少 当然西游记援助当中黄梅主要是倚仗这个法宝 才把这个孙悟空给困住了 实际上黄梅的话要是没有法宝还是挺弱的 反正西游记援助当中应该就不这样 但是这游戏啊 毕竟游戏是游戏 所以说把这个黄梅给他强化了 可见游戏里面还是挺给黄梅面子的 毕竟唯一一个敢冒出佛祖的妖怪 你像之前犀牛精最多只敢冒充那个菩萨 好那么这边黄梅也几下就晕了 这边的话把一个超杀直接放到这个杂丁身上 不过不要紧 刚刚虽然贝雷劈伤害不是很高 这边我们看其实师傅等级高了 更容易把这个Boss打晕 之前悟空那套流程 打个Boss都没那么容易晕 唐僧给他敲几下他就晕了 就说师傅还是有师傅的好处 再来敲 倒地了就尽量不要去追击了 免得被他这个Boss技能弹开 这边又交了一个超杀给这个杂兵 但其实这场战斗的话杂兵威胁也挺大的 所以说你把这个超杀交给杂兵也无所谓了 再说了这个超杀队这个黄梅也会有太大伤 那么刚刚直接交了一个巨灵之恶 给人敲几下 还好躲得快不然可能会被他那个回头是岸打中 这里的话只能说这个黄梅他带的Buff太多了 一会儿雷劈一会儿又这个回头是岸了 我见他宝剧也不少 我们这边晕了打几下 你看现在师傅的这个攻击力也是不低的 就那一套小连招这个黄梅血掉的还是挺快的 那么刚刚黄梅那一招千万不要可报警 如果被打到了非常的疼 好了 他晕了 但是为什么师傅不动呢 可能是为了出幻境 这边的话黄梅也快死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师傅打人啊 打晕的几率非常高 人家可是会如来神掌的男人 这边的话黄梅他放那个分身了 我刚刚这下操作还是挺淡定的 但是站在原地不动啊 等他过来了再走 可见这个玩家心理素质可以 反正也就没几下来 直接一个超杀带走吧 反正他刚刚就剩那点血 超杀肯定是带的走 好了 那么这边的话这个黄梅死了 随机给一本金书 这次给了法华金 那么这样一来呢 唐僧的整个流程也就结束了 那么这边的话是最后的这个得分 但其实不用在乎这个得分多少 能否进排行榜 其实能一命通关 我感觉就已经不错了 那么好吧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油天堂 我是野风 我们以后的节目再见